叔叔阿姨,姐姐哥哥你们好 我叫卢凯,来自山东玉兆 大概是五年前,还属于新义的我 提交了平坦的申请 那时候我完全无法接受 已经是一个残疾人的事实 也抗拒多少轮椅 每天起床,就是待在院子里 晒晒太阳,不敢出门 因为年纪还小,还不知道 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走路 日复一日,我慢慢地接受了现实 最一开始,也经常听到身边的人 嘲笑我,坐在轮椅上 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变得坚强起来的 内心也变得强大了 不会因为坐在轮椅上 晚上而偷偷地哭泣 我会每天坚持着康复 至少我每天都在这里努力着 拼搏着 我坚信 风雨的过后是阳光 黑暗的过后是黎明 愿屏幕前的家人们 看到阳光坚强的我 可以给予我一份帮助与鼓励 小凯也愿你身体健康 生活顺心 加油吧